9月1日,香港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正式开展,市民反应踊跃,全港141个社区检测中心,首日有7成已预约额满。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截至上午10点,已有约1万名市民接受核酸检测,她已率领一众司局长,一早便完成检测。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院长梁卓伟与香港中大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主任徐树昌,一大早便来到沙田园河路体育馆,接受采样并参观检测中心。 梁卓伟指,香港早前有养老院爆发新冠肺炎,目前死亡率已近2%,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有助于降低实施疫情传播率, 为保护长者和应对秋冬将治后可能爆发的第四波疫情做好准备。 在这两个礼拜之后,尤其是去秋冬季节,我们是预计有第四波,甚至第五波的利临。 我们在香港其实这么多个月来,我们差不多半年都是在说在检测量有一个樽颈位。 所以如果在检测量有一个樽颈位的话,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倍增,或者大量提升了的检测量, 不单只是在这未来两个礼拜是会有用的,我也都说了, 我们希望是会可以留一些的检测量,是可以持续,也都是恒常在一些特别高额的组群, 要去保护我们需要保护的长者朋友。 徐树昌则表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对赵初和截断社区隐形传播链有很大作用, 希望能有更多市民参与检测,阻断病毒传播。 香港艺人茶餐厅老板李凯胡,是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第一批检测者, 希望身体力行做个榜样。 今天香港9月1号推出这个社区普及传闻检测, 我希望成为第一个,因为我知道8点钟开门,所以我报了8点钟。 因为我想传逆之前的一个参与一个,所以我想身体力行, 做了一个保护的水。 不少市民也赶着第一批到核酸检测点进行检测。 我认为我们为社区共产生的重点,我们要共产生的重点。 试试非常快,很简单,保护社区保护。 很暢顺,很舒适,里面没什么人。 还有现在全部人都要做,大家都要安全。 咱们将员连于真正 Figat。 现在这个视频就算是非计划了。